金华城案被视为关键共犯 现任北市都委会执行秘书邵秀佩 什么都没说 要不要澄清一下 经过八小时附训被限制出境出海驻居请回 邵秀佩是北市府重要都市规划人才 金华城案重要角色 当时以都发局总空城司身份多次参加审议会 最有争议的方案是自创20%荣基奖励 他就是幕后推手 如今被列为谈无罪被告 我蛮难过因为我以前在市政府的时候就跟他是同事 所以我五六月的时候发现那几次会议 我就已经跟他有私下谈过了 我就跟他讲说你这样问题很大 二号连阵署上午十点请邵秀佩道案说明 本来预计下午四点送到北检复训 却一路延到晚上八点半 邵秀佩委任和黄子娇同一位律师 三号凌晨四点半被吴宝请回 这结果也将牵动前台北市副市长彭正生抗告 是有接受什么样的指示吗 被告会不会有点委屈啊 因为彭正生羁押禁件裁定原因中 点名共犯邵秀佩可疑因为罪前逃中 如今北市府澄清 人没逃又被吴宝请回 等于提高彭正生抗告成功率 不过回想一下这强制处分 就和彭正生三周前第一次被约谈结果一样 难道是检方同套策略战吗 放人让子弹飞收网再逆转 东正新闻社会中心综合报道 台北市前副市长彭正生卷入金华城案 二号凌晨三点多被裁定积压禁件 凌晨四点左右遭上铐 搭上球车离开北建送到台北看守所 台北地院说明收押理由 指出因为彭正生是金华城案的会议主席兼专案管理人 在金华城案上属关键角色 而且和已经被积压禁件的应小威和沈进京市共犯 在询问时都否认犯刑 认为他有串政之余 因此裁定积压禁件 由于客问者无保请回彭正生委任律师受访表示 彭正生很惊讶 我们不知道柯市长的结果那时候 所以是彭副市长先裁定先出来 就是他对于自己的部分呢 他是蛮压抑的 身体状况 刚刚看他是他蛮难过的 我们会抗告 台北地院进一步说明 金华城案所设罪名重大 所图利益及贿赂金额极为庞大 更直接点名还有一名共犯 少秀配畏罪潜逃中 以及涉案人数多都畏惧要值 或有相当财力 为了防止串政才会决定积压禁件 不过彭正生委任律师表示 将会提抗告 东森新闻廖峰祥在台北采访不到 我跟华湾说 请你不要为难 其实这一次真正辛苦的是法官 他扛住了最后压力 柯文哲口中扛住压力的法官 是由北院刘德华支撑 北院强制处分专庭资深法官朱嘉义 四年前全省立委收回案时 曾经马拉松市开庭53个小时后 裁定苏正清 廖国栋 陈超明 三名十任立委积压禁件 创下首度有现任立委遭到收押的记录 不过现在却裁定柯文哲 无保请回 让法界不少人跌破眼镜 在提审的时候 这位法官其实就已经看完全部卷证了 其实对于柯文哲案就有一定的想法 不然法官警察官 我们一定先问彭正生 确认好彭正生的证词 再拿来问柯文哲 可是这个案件当中 却是直接先问柯文哲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在猜想 或许法官在想象 他其实要开这个记押亭之前 心中早有定见 到底要押不押柯文哲 其实柯文哲的委任律师 正深原曾私下抱怨 认为法官朱嘉义偏袒检方 但如今看起来 结果出炉是时间轴都掌控在巧妙安排中 那我们试想 如果法官认真的真的想问柯文哲 怎么可能能刚好切在10点59分 那再者我们再来看 问完彭正生以后 为什么决定是在半夜3点 问完彭正生大概半夜1点多 为什么是决定在半夜3点 才要来财事积不积压 因为那个时间大家都在休息 法官的财事结果 对大家的影响最小 审讯过程中 民众党一度透过各种管道放话 里里外外想要打造 司法不公的打压感 甚至传出柯文哲 还会聚保被压 现在吴宝请回 法官成为小草眼中的英雄 这未必是最终结果 去证明小草口中的司法 公不公不是他们说了算 多次新闻社会中心综合报道 好 我们要到柯文哲是吴宝请回 不过台北市前副市长彭正生 是积压境界 法官裁定的理由是什么 而法界的人事看法又是如何 我们接下来联系给记者赵益杰 和律师会有深入对谈 益杰 好 主播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他做出的最新财事 就是昨天凌晨三点的时候 金华城案的被告 最后吴宝请回 那么针对这个结果呢 小草当然很满意 但是对于法序来讲 异于常态 那么我们先不讨论民众的情绪 我们针对法官的裁定理由 一一来做讨论 今天特别请到的律师刘卫庭 毕姐好 大家好 好 律师我们主要是要讲说 其实这一次讨论的真点呢 好多人都以为是金流 但事实上真点就是呢 在柯文哲 他是不是知情20%的容金降率 也就是说呢 他是不是知道 多人会在放水 危经 金华城的案子 那针对法官 这次做出的理由 律师你怎么看 好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个法官 最后以五宝赐回柯文哲 其实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惊讶 为什么会惊讶是 一般不管任何的案件 其实已经有三个人被收押了 包括彭震生 包括应小威 包括审庆经 既然跟这个案子有涉案的被告 既然是连交保都不用 居然是直接用五宝赐回 那一般我们的定义上面 五宝赐回叫做什么 根本没有任何犯罪嫌疑 而不是犯罪嫌疑不够重大 那法官在这个积压的财势里面 认为五宝赐回是认为说 检方没有积极的市政来证明说 柯文哲涉案的犯罪嫌疑是重大的 那通常就算犯罪嫌疑不重大 我们也会认为那应该要交保 所以直接达到五宝赐回 几乎说我这个人跟个人证是一样 这案子虽然发生我有参与到 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才会是一个五宝赐回的结果 所以是让我们蛮惊讶的 那我们先来说 其实我们在这个案件 一开始从外界给我们的资讯是说 彭正生原本精华诚案就应该要结束了 但是因为柯文哲的指示 才重启了这个精华诚案 而且也因为柯文哲的指示 导致精华诚案最后变成百分之八百四 这是我们一开始外界所得到的资讯 但是从法官的这个 积压最后五宝赐回的 这个决定的内容里面是说 其实彭正生是主导整个都发局 这个都发局局处的会议的最重要的人 所以彭正生是直接涉案 所以他当然他要被羁压 但是柯文哲本身都只有听专业的 就是他听了都省会 主持人是彭正生 然后他开的这个都省会 还有都省委员 都省委员讲什么 柯文哲就听什么 因为柯文哲并没有这个都省的专业 所以他相信都省的专业 那既然都省决定要给八百四 他就同意给八百四 所以柯文哲根本不知道 到底给八百四合不合法 或甚至根本不知道有八百四这件事 所以法院才会认为 检察官请你再拿出 更积极的证据证明 柯文哲知道这个都省会是违法的 而且他还强力地主导 这个彭正生 或甚至强力主导 这个要求都省会的委员 要过这个百分之八百四 才会直接让柯文哲涉及到图例 所以这个是目前 我们从这个法官 他的认为五宝赐回的主要理由 看到的是认为柯文哲根本没有涉及 也不知道这个都省会的会议是违法 好 其实从整个柯文哲 他在英华城的被告案来看 其实从原本的提审 就是同一位法官 到最后开击押体 也是同一位法官 那么其实法官 在提审收到卷证的时候 他心里就已经知道 到底压或不压了 尤其这一次 法官给的理由是 很难证明柯文哲 他是犯罪嫌疑重大 对于警察官来讲市民不足 可是这样子跟五宝请回 是不是又有点逻辑上会有点矛盾 因为柯文哲明明是被告 他最后却五宝请回 那五宝的关键在哪里 好 这当然就如我刚才所讲的 目前检察官手上的证据 包括第一个 如果我们要讲涂利好了 好像没有直接看到 有行贿柯文哲的这些直接证据 再来我们讲涂利罪 涂利罪必须要 柯文哲明知道这样子的一个 给精华城840% 是明确直接是违法 而他执意要这么做 涂利特定的厂商才会有违法 可是目前从检方手上的资料 看起来柯文哲是不知情的 而彭正生到底他的证述 例如说像现在 彭正生他不太可能去 在法官面前跟法官讲说 对 我知道柯文哲只是我违法 我也继续地执行这个违法的策略 是继续执行 因为现在彭正生是不认罪的 彭正生的说法一定是 我都是相信专业 长官要我重开这个督审会 我就去重开督审 至于督审会的督审委员 怎么决定 那就是怎么决定 我都是遵照督审会的决定 所以在这样子的证词之下 没有办法直接透合着柯文哲你窒息 或甚至你强力主导一个违法的会议 或甚至你强力的要求 明明不能达到八百四 你还要求达到八百四 目前检方没办法证明这些点 所以认定柯文哲犯罪嫌疑 他没有办法重大 所以认为无保次会 那当然就如我刚才所讲 犯罪嫌疑就算不重大 我们认为也可能有犯罪嫌疑 而应该有交保 而不是用无保次会 还有很奇怪的是 这一次法官他有 同意检方申请的限制验券 那其实限制验券 在法界上来讲不算罕见 但是罕见的是 它是限制验券的方式 女律师不能把券证直接带走 证分影印带走 你要自己手抄 那就代表说法官已经认为 这个案子有高度风险了嘛 高度犯罪风险 那为什么还让无塌无保 对 没错 其实这个案件从昨天晚上 到今天早上三点来提出来 我们都觉得法官 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 其实是有很深的一个 应该说他的想法在的 我们简单来讲 像刚才提到 限制验券这件事情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礼拜六的时候 在礼拜六的凌晨两点 柯文哲先生是当时 以身体不适 要求要能够离开 结果被检方直接逮捕 所以申请了提审 当时候的提审法官 就是现在开寄押亭的 同一位法官 那时候申请提审的时候 其实法官就看过整个卷证 因为他为了要审理提审这个案件 他看过整个案件以后 心中应该针对这个案件 就有一定的想法 那如果 我只是假设 如果我是法官 我看完了 这是礼拜六早上提审的状况 我看完了以后 我发现相关的资料 可能还是不足 我可能会告诉检察官 以我目前的感受上面 你这个案件 可能还有一些要加强 所以礼拜六以后 昨天是礼拜天 我们看他 检方去问了一个人 叫朱雅虎 为什么检方会在特别在昨天 明明还准备开家庭 跑去问了一个朱雅虎 因为朱雅虎可能涉及到的是 4300万柯文哲购买商办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 法官跟检察官 互相的互动过程当中 或许法官已经有这些讯息 让检方知道 他手上的资讯不够 所以让检方有多余的时间 赶快去查 那我们也看到 包括从昨天晚上 讯问柯文哲跟彭震生 我们一般在法界上面 一般的案件当中 我们一定先问彭震生 不会先问柯文哲 因为彭震生本身是一个下属 他所说的亲见亲文的内容 有可能证述到柯文哲 变成柯文哲不利的证据 所以大部分不管法官检察官 我们一定先问彭震生 确认好彭震生的证词 再拿来问柯文哲 可是这个案件当中 却是直接先问柯文哲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再猜想 或许法官再想象 他其实要开这个鸡押亭之前 心中早有定见 到底要押不押柯文哲 他早就有想法了 所以开这个过程 某个程度上 只是在跑流程而已 包括柯文哲问到 10点59分就停止训问他了 因为或许晚上11点 柯文哲会以身体不是为理由 来不要接受训问 所以法官就掌握到 10点59分就停止训问 那我们试想 如果法官认真的 真的想问柯文哲 怎么可能能刚好 切在10点59分 那再者我们再来看 问完彭震生以后 为什么决定是在半夜3点 问完彭震生大概半夜1点多 为什么是决定在半夜3点 才要来财市积不积压 因为那个时间大家都在休息 法官的财市结果 对大家的影响最小 就是反抗的声音最小 因为大家都在休息 所以或许法官 其实从提审以后 心中就有一定想法 检察官补充的资料 也还是不足 所以开这个积压亭 开之前 法官就已经想好 或许对柯文哲 要么交保 要么无保赐回 只是在开庭的过程 去确认一些 他心中所想知道的事情而已 那最后的确在 今天的凌晨3点 最后以无保赐回的方式 释放了柯文哲 好 那如果以彭震生 他的裁定理由来看呢 其中有一个关键是 多委会秘书少秀 少秀配呢 他现在是畏罪潛逃的 他没有可能会再影响到 这个金华省的案子吗 当然 其实包括在这个 彭震生的积压理由里面 法官特别强调 这个少秀配因为在逃 那为什么要讲他在逃 代表他是一个重要的关系 而且他的证值很可能会再影响到 包括这个彭震生 包括这个映小威等等相关的证数 那这个案件的内容就是金华城案 也会涉及到包括图利罪的部分 或包括甚至更关键的 有没有涉及到行贿的问题 所以当这个人在逃的时候 那对于彭震生来讲 就是有共犯在逃 而且呢就必须要防止共犯 所以必须要积压彭震生 那对映小威 对这个省庆经也一样 因为这位共犯在逃 所以这三位就必须要积压了 好 目前柯文哲的案子看起来 虽然说他无保请回了 但是台北地检署预计在下午的时候 再提出抗告 也就是说呢 要看到高院那边的才是 这个案子目前还没有结束 那抗告有可能成功吗 有可能像郑文菜一样 对于柯文哲来讲三进三出吗 恐怕就要看到今天下午检察官 他提出的试证 是不是有办法至于让高院认定 柯文哲确实是犯罪嫌疑重大 以上是台北地检署掌握到 整个消息的主播 双手上靠被罚警带上囚车 前往看守所 他是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历经深夜一个半小时的鸡鸭亭 2号凌晨3点多 北院裁定 收押警戒 时间回到8月30日 一整天的搜索约谈 彭震生和妻子搭同辆车 被连政官带进北检附训 妻子公称彭震生退休后 兼任多家建设公司顾问 每个月数十万顾问费收入 彭震生也否认贪污 强调昔日经手精华成案 全都依法行政 但北院公布收押理由 首先他时任都委会会议主席 及专案管理人 多次违反议事规则 涉嫌图理及贿赂金额庞大 而且背后涉案惹数不少 其中更点名 时任都发局总工程司 瘦秀沛和他有至关重要的关系 却畏罪潜逃 不过现在被市府澄清 瘦秀沛根本没跑 这样还有机要必要吗 彭震生委任律师强调 绝对会在三天内整理完控告状 毕竟院间所说的关键人物都到了 而彭震生年纪大又有闷性病 先前召开金鸭亭还一度在北院呕吐被紧急送医 事后解释是连吃三天面包所导致 如今台北看守所公布二号这天的菜色 早餐清粥午餐还有葱爆猪肉配炸鸡翅 晚餐则有蒜味牛肉 看来营养均衡 应该不会再出现身体不适的状况 但究竟彭震生在这起案件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大家都在看 东升新闻社会中心台北报道 双手上靠被罚警带上囚车前往看守所 他是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历经深夜一个半小时的鸡鸭亭 二号凌晨三点多北院裁定收押警戒 时间回到8月30日 一整天的搜索约谈彭震生和妻子 搭同辆车被连政官带进北检附训 妻子公称彭震生退休后 兼任多家建设公司顾问 每个月数十万顾问费收入 彭震生也否认贪污 强调昔日经手金华承案全都依法行政 但北院公布收押理由 首先他时任都委会会议主席及专案管理人 多次违反议事规则 涉嫌土利及贿赂金额庞大 而且背后涉案惹数不少 其中更点名 时任都发局总工程司 邵秀佩和他有至关重要的关系 却畏罪潜逃 不过现在被市府澄清 邵秀佩根本没跑 这样还有基要必要吗 主要证人 其实他已经照案说明 而且其实原来在媒体 但我们才知道说 人家早就已经请假了 所以根本没有检方说的 他有可能会再逃 还有院方所谓的会再逃的问题 这个部分我们会在 刊告里面一定说明 彭震生委任律师强调 绝对会在三天内整理完控告状 毕竟院间所说的关键人物都到了 而彭震生年纪大又有闷性病 先前召开金鸭亭 还一度在北院呕吐被紧急送医 事后解释是连吃三天面包所导致 如今台北看守所公布二号这天的菜色 早餐清粥 午餐还有葱包猪肉配炸鸡翅 晚餐则有蒜喂牛肉 看来营养均衡 应该不会再出现宣体不适的状况 但究竟彭震生在这起案件 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大家都在看 动轩新闻社会中心台北报导